C3超入门 如何制作一款类似Mario的2D横向卷轴通关游戏之一 哈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Jonee 始终游中飘鱼的椅 如果你已经开始使用C3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第一个游戏设计专案 在上一支影片中 我们建立了一个黑色的方块Spring 既不会动也不能操作 它就是静静的在画面当中 在这里我们想让它可以移动 就像Mario中可以横向移动跳跃 那么我们请需要套用一个行为即可 首先我们先点选这一个Spring 滑鼠移到左侧的Behaviors 点选Behaviors 右方就会跳出一个小的视窗 接着点选小视窗中的 Add New Behaviors 又会跳出一个新的新增行为的视窗 点选Platform平台这个行为 此时按下播放键观看执行的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黑色方框它会随时下降 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 Spring已经拥有Platform的行为模式 它包含了地心引力的特性 所以会随时向下 但是由于没有地板或者是墙壁 去阻挡它 所以它只能一直向下落 换言之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阻挡它持续下降的物件 也就是墙壁 我们一样在空白处连点两下 新增了一个名为 Raw的Spring 为了作于区别 这里我们先把它填成红色的 接着我们也要替它新增一个行为 在Behaviour中 替它选择Sorry or Gooty的行为 这个行为会让它在画面中 文风不动 而且可以阻挡黑色Spring 持续下降这个行为 稍微调整一下Wall的大小及位之后 再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观看结果 很好 看起来黑框可以安全地停在红色墙壁上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方向键去左右移动 按钮上则是可以让你跳跃 让我们再从右方的物件中选择Wall 拖曳到画面中调整大小以及位置 反复进行这个步骤 可以让画面更为丰富 但是纵然我们填满了这个世界 当黑框移动时 似乎无法看到更右方的世界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游戏的摄影机并没有跟随这个黑色方框移动 你也可以想象 这个时候黑框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此时 我们需要命令摄影机无时刻跟着黑框 让黑框摇身一变成为主角 再如何做到呢 在行为框中选择Scroll 2的行为 这样子摄影机就会跟着黑框跑 你可以进行测试就会发现 黑框不管移动到哪里 摄影机也就是可见视角 也会跟着它前进了 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的还小 实际上当我们在设计关卡时 应该会比这个大上许多 请先点选编辑框的任何空白处 让我们在左侧找到Size 调整这个世界的大小吧 调整完毕后 你可以发现 编辑框的世界变大了许多 接着让我们进行关卡的部分调整 按下播放键 再次进行测试 嗯很不错 越来越有 这是一款游戏的感觉咯 你看 黑框跳不上去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一个方法是你调整墙壁的高度 另外一种方法则是 调整黑框在Player Phone行为中的跳跃力道 尝试将原本650的跳跃 改成850 这样就可以跳上去了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更酷炫的做法 一样是调整Player Phone行为 其中有个Double Jump的选项 当你勾选它 黑框就可以在空中进行二次跳跃了 C3超入门 如何制作一款类似 Mario的2D横向卷轴通关游戏 说明到此结束 感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软